茶叶蛋里头干干的蛋黄常常是让人食不下咽 而在食定则有黄金蛋 它那半熟的蛋黄就和蟹膏一样 轻轻的一吸就能够滑顺路口 连小朋友都不怕被噎着了 卖黄金蛋的王思婷就说 鸡蛋的熟成是由内而外 所以为了要让蛋黄保持glu的口感 火候可是相当的重要 剥了蛋壳后的鸡蛋 浸泡在独特的酱汁当中 就成了食定游客来到这边 指明一定要吃的黄金蛋 金黄色的蛋黄在半熟的状态下 就像是蟹膏一样 滑顺的口感让很多人一吃就爱上 不少游客来到食定 一定要吃上这么一颗黄金蛋 Q弹的蛋白 披上咸蛋适中的酱汁 一口咬下滑溜溜的蛋黄也跟着入口 大人小孩都爱吃 高就是就不会硬碎小朋友吃起来很顺口 就很好吃很香这样子 也不会太咸味道刚好这样子 蛋蛋好不好吃 从事蛋的行业 所以说我们对蛋就会比较了解一点点 那至于说酱油的部分 我是绝对用有品牌的 对比较独特的酱汁 在蛋栏一文馆旁卖黄金蛋的王思廷 其实是实定乌图社区的理事长 因为家中经营鸡蛋盘商 所以对蛋了若执掌 他说一般的食物熟成是由外而内 而鸡蛋却恰恰相反 所以想要做出黄金蛋 在火候的掌握上相当重要 我的蛋是用高温 而且是要把时间点量得非常刚刚好 那正好里面是已经有熟 但是不是很熟 所以说在制作过程当中会比较困难 就是说你不够熟的时候 外壳不好剥 那你太熟了以后 吃起来就会跟我们的茶叶蛋是一样的 除了黄金蛋王思廷的店铺里 还有一样常常会让客人误会的美食 这一块四方形的东西 不少人都会以为是鱼板或者是豆腐 但这其实是用纯蛋白做出来的比喻蛋 它又比一般的蒸蛋脆了一点点 对然后没有办法想象 它是用蛋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蛋我们的感觉它是软软的东西 对所以它是像它口感 吃起来是蛋没错 但它有点像那个水煮蛋 煮起来那口感脆了一些 由于黄金蛋和碧玉蛋 都要费时费力的人工制作 所以数量有限 再加上王思廷经常忙碌于社区内的事物 所以黄金蛋只有在六日才有卖 不少游客吃过一次后 每每来到实定就想要来找寻这美味 只是数量真的有限 想吃可要趁早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